嘉禾秘书张秀兰秘书 哈园市立补书馆证分馆刘林丹主任 书法家吴英国老师 海关书法家学会理事长孙美如理事长 全泰立公司陈进飞董事长 谢谢大家 国具名领陶秀华老师 老师之中国际背景的大师 桃园市书法教育学会黄信章理事长 全超书配李思新会长 古林石友社长廖富庭老师 东黎书院周志平老师 杨明国小校长赖淑芬老师 西平上合医术中心王文宏董事长 朱仁智老师 朱仁智老师 朱仁赐老师 這個展覽都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需要各方面的配合 那當然場館是我們最重要的 首先我們邀請我們桃園勢力 讀書館平正登館的劉英丹主任 為我們致辭 謝謝美麗的丁萍理事長 各位貴賓大家早安 季老師早安 理事長早安 吳老師早安 周知平老師早安 以及所有英文界的同好大家早安 在這個秋高氣爽的天氣零 大家還是選擇來到圖書館 而不是到戶外 我覺得很欣慰 那當然不是圖書館的魅力 而是書法給大家魅力 那還有季老師給大家的一個魅力 那時間過得很快 我還記得去年這個時候 同樣是10月份 季老師在中正紀念堂也有各展的部分 那時候我也有去看 吸引了非常多的中外媒體記者在報導 從那個時候他就開始在做策劃這個展覽 所以季老師非常的用心 那在我個人覺得 書法之美美在他變化萬千 美美在他無限的框管 那季老師的重品我想能夠在我們的小小圖書館展覽 使我們圖書館真的是非常的余有榮焰 那因為我不是書道的人 所以我今天季老師的狂潮 他的氣勢跟目擊真的是讓人家非常的驚豔 那之所以會來到我們圖書館 我想這個圖書館的能夠提供這個平臺 是在這裡我想跟各位一樣 在這個圖書館在藝術的部分 是我們耕耘很久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的館床特色也以藝術為主 書法我想應該是我們中國藝術表現 應該是極高境界的一個表現了 那這段時間 雖然是疫情的關係 但是還是每天有不停 不斷不斷的陸陸續續的 來了很多參觀的人 那我想這個書法 學習書法我想看展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學習的方式 學習書法也是一輩子的功課 那圖書館能夠提供這樣的平臺 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這是我一個很大的一個願望 那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今天能來 我們的展場是大家的一年365天天天都會展覽 那最後慶祝展覽順利成功 各位秋安順遂 謝謝 謝謝主任 好接下來我們邀請書法家 謝謝主任 各位同好 大家好 在FV上可以看到近年來臺灣的這個書法展覽 非常的興盛 非常的慎望 幾乎每一段時間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展覽 然後也了解到由南到北有一批專門支持的人 當然不包括我 不過今天這個季老師一直想說要我講幾句話 所以我也爛魚充塑講幾句話吧 前幾天有所謂瘋狗浪對一間走的遊客 我想跟我們這個饕生在一起不少的有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進到這個展場可以看到波濤洶湧 剛才只是很短暫的時間轉了一下 還沒好好的仔細的來看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一種書寫的方式在全台甚至於全球 應該還是獨一無二的這種書寫方式 這是我們季老師的算是發明吧 他因為要寫大字 所以有用他創出了他獨特的這個書寫的方式 那這個方式好不好 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 這個不用我來說 不過就是說他可以展現出一個真的很合乎 這個明時相符的一個所謂波濤的這種感覺 當然我看到好多的這個書寫心秀 應該這麼說 他各個都很勇敢的 膽量很大的來揮上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現象 因為台灣的書寫一直是這個比較保守的 我們如果跟大陸的這個書寫一比 大概就可以看就兩地的這個書寫不太一樣 當然因為交流以後慢慢有一些個趨勁 這個比較相同的這個地方 那可是呢相對的 因為我們的教育方式相對的是比較保守 我常在講說想帶問題就是說 台灣本地的書寫 大概可以稱得上是本土的就草榮一味 那後來加入了所謂這個38年過來的這些個書寫前輩 但是他們嚴格上講起來都不寫草書 如果真正算是寫草書的 大概只有傅先生一位 李佑任那個草書其實不太草 那個是很公主的 那近幾年來我們可以發現到 台灣人寫草書的風氣比較大開 草書相對可看性也就增加了 這個值得高興的一件事 那今天來到這看到很多後期之秀 就感到非常的高興 也會我想我們的草書 應該會進入新的一個高峰 那今天祝福這個展出成功 各位身體健康謝謝 好 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 接下來我們邀請台灣女書法家學會理事長 深美如理智大為我而言歷 各位大家好 我剛剛來的時候問到季老師他說 你要往上來講話 我說我昨天晚上剛從高雄回來 上我一場下我還有一場 南北跑 最近大概一個多月跑三趟的高雄 這裡也是三趟 第三趟 我都很開心 對就是光我的話 對自己的很多理念概念或者寫作方面 其實是幫助很大 有很大的衝擊 那這個書會其實我三個禮拜 前一兩個禮拜我問蘇貞 對我們台灣女書會也有兩位 就是二人站在那裡 田安跟蘇貞都很優秀 今天回來不行 那我同門的也有思維跟 不是新的念書 你不是新的念書嗎 不是新的念書 我在講我同門 所以這邊熟人其實很多 那大家都很優秀 那這個我問蘇貞 我說有沒有季老師的寫地書 對 我說沒有 你是他各展 我說我這樣 然後下次各展的話記得 那我在FV上看季老師寫地書 常常很震撼 非常震撼 然後我覺得還比雲門武器還不差 真的很好看 因為可能是 是比較新鮮的 以前比較少人寫 學老師動力十足 我真的很好看 今天來看解釋 那這個書會很明顯的特色 它創意無限 然後涉及形影 那我覺得這一倒是走到這裡 這些創意大家已經比較能夠接受 那我們在早期在做的時候很辛苦 因為常常會面對很強烈的批判 比如說 我大概去年上半年 跟三個朋友在中任青年堂連展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書會雕掃學部的好先生 很敬佩崇拜的 寫得非常好 那一進門看到我 我盈上去 他第一去就說 你為什麼不好好寫著 要加那些有的沒的 我那一場我完全不敢講話 沒有 我是覺得你無從去解釋 你要解釋很常 就讓他講得更快 我想他應該是 他應該是憋很久了 有這機會好好跟我說教一下 講了很多 我沒有回答他 我後來講寫個信跟他講 後來想算了 後來又到大概是在基隆 有一場也是開牧師我去 老先生上來講 也是哇 他批評這種說法搞不搞那些有的沒的 我講的其實我們聽了都覺得有一點 但是後來叫我上去講也是臨時 那我就從我的 我為什麼不做的話 其實是跟我們學習的過程 其實有時候會有很大的關係 比如說我到台藝大去進修 我想說書房課 大家教的都一樣 專利少尋寒 可能是有幾張不一樣的 那也自願也不錯 有人應該會得到老師的誇獎 沒有他走過去 看一眼就走過去不想講 然後就是到別人的位置那裡 但是他有稍微就是提醒一下誰的 那我大概就是貼個手 用台語這個很不白好意思 然後就是轉身很非常嚴謹跟我講 你太把他當書房來寫 不就是書房課嗎? 大家聽得懂嗎? 你聽不懂你就這個課大概上不下去了 那我心裡大家都很嚴謹 同學都很嚴謹 都不敢看我 那我心裡有一句話 我下次做給你 下個禮拜我做給你看 其實我已經大概在做了 我只是想說書房課嘛 就拿傳統的出來 那所以我第二個禮拜就 哇好大三成六 午後留天啊什麼 然後顏色啊創意我都加上去 他一看沒講話就轉過來上課 那講到一半他有點忍不住 忽然間寫版書 你轉過來今天書房課 有人這麼做 他比後面 因為都貼在後面 我們貼整個腳底 這是令人高興的事情 全班哄堂大笑 全班都輸了一口氣 得到印證 老師上一次講那個話 他已經聽不懂 今天懂了 那我們老師後來 他有時候上課的時候 會去稍微提一下 你已經會的東西 不要再重複 尤其你這個藝術學校 他要就是要推著你創作 會的東西就不要再重複 他還講得很遠 不要再複製 沒有啦其實傳統的話 那個技術 扎根要很長的時間 你還是要重複磨練 因為才會把氣底 扎得很穩 那我覺得 這邊做創意的 他看得出來 氣底都非常穩 所以做的創意是非常耐看的 真的非常恭喜 真是好看的展覽 那真的非常恭喜展出成功 謝謝 好 謝謝主帳 分享文化工作的心得 那我補充介紹一下貴賓 吳宜國老師之母 尤春美校長 張漢豪老師 桃園市榮新書畫協會 榮兆華理事長 我們桃園市台藝書畫協會 鄭天華理事 秘書長賢國中 以及創意府秘書長周采鴻 接下來我們再邀請 東黎書院周志平老師為我們免禮 大家午安 營單主任季老師 以及今天展覽的諸位君子 以及各位衛兵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能夠來到這個圖書館 好好拜讀一下 這個韜生在寂的會員連載 借用北宋蘇東坡他的一雀詞 念如教赤壁懷骨裡面的一段 亂石風雲 金濤烈暗 捲起千堆雪 我想這幾句話正是今天 韜生在寂的一個最佳寫照 台灣的書法分為三個系統 第一個國語文競賽裡面的寫字比賽 第二個傳統書法 第三個書法藝術 由季老師所指導的韜生書會 他們就是走的書法藝術的路子 強調的就是所謂的視覺藝術 唐朝張懷冠在文字論這本書裡面講到 身世書者圍觀神采不見自行 自行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寫字的神采 看一看右手邊這個字 陶 這季老師的代表作 我們可以看 筆墨酣暢 點化囊起 潤寒春水 甘烈求風 龍墨在前 淡墨在後 展現了無比的層次 一個字充滿了畫意 其實內容已經不重要 重要是看神采 看線條 中國書法是一個心靈的藝術 抽象的藝術 杜甫說文章千古事 得詩寸心志 我把它轉換過來 書法千古事 得詩寸心志 只有自己才清楚 自己寫字的過程 唐朝懷術和尚大家都知道 狂草書法家 他每次寫完以後人家問他 你怎麼會寫成這樣 他說 人人欲問此宗廟 懷術至言初不知 醉來信守三兩行 請後再書書不得 他把它自己形容得很好 自在心情無定者 他每次要寫的東西 他都希望有變化 他不希望一樣 他就是一個典型的書法藝術家 他有一首詩叫做 粉壁長廊數十間 信來小貨凶中氣 忽然絕叫三五聲 滿壁中橫千萬字 他說白色的牆壁啊 白色的長廊很長很長 有數十間之多 信來小貨凶中氣 突然想表達他內心的想法 忽然絕叫三五聲 滿壁中橫千萬字 粉壁長廊已經被他寫滿了 所有看字的人 只能夠瞠目解釋 只能喊啊的一聲 懷書已經寫完了 懷書就是這麼的了不起 沒人對他的形容 他一生追求的 就是這種狂放的東西 抒發自己內在的想法 醉底得真主 狂來欽世界 他說他喝醉了 才找到他自己 真主佛家用語 最理得真主 狂來欽世界 今天看到 超生書會的朋友 裡面很多我認識的人 其實都沒有喝醉 但是他們依然 常常常在書法的世界裡 今天我學習很多 謝謝 謝謝 中文老師 接下來我們再邀請桃園市 書法教育學會 黃慶章理事長 各位貴賓 各位一視界的前輩 同道 各位帥哥美女 早安大家好 我記得 我記得 我進入這個書法界 在八年前 我們桃圣師會的領導人 基金內 他們那時候到花蓮展覽 只有三人去 只有基金內 胡獎益還有端天安三位 我又到花蓮去參觀他們的展覽 然後呢 我感覺到他們每一年都讓我心 到處展覽 喔我 趟展覽的不會累啊 我去參觀的人不會累 高雄的到處 台中到處展覽 今天他們的成年 桃圣再起有二十幾位 都是他們寫的 我說啊 我很慚愧 我今年差不多變八十幾位 我寫字寫六十年 我還沒有展覽過一次 沒有展覽過一次 他們喔 每年都到處展覽 不得了 我今天是桃園書法教育協會的女市長 他們個個都是我們書會的成年 他們在推展書法 實在是比一般好 我們這一次給他感謝掌聲鼓勵 我代表桃園書法教育協會 來感謝他們在弘揚書法 發揚國粹也好 對我們台灣這個書法議事 非常地理念清楚 第二個呢 他們每位都是喔 沒有 比較實在 不簡單 我現在六十年了也不是這樣 聽到 不是這樣聽到 所以今天看到 有那麼多的意識界同道 來看他們的展覽 這表示他們的展覽相當成功 第二個呢 你看他們的國父紀念館展覽到處展覽 非常感謝他們 我們給我們書會 他們也是我們書會成員 我們感謝各位來給我們書會 同場 我再來 給各位先講一下 我們桃園書法教育協會 在10月25號要在大西辦一場 百人的書法家會好 我們一次會好 三四個人一起會好 我們有小品 有四十八十的 三十六十的 有地詩有場見 我希望各位來大西早上來揮好 下午到何庭老街去逛一逛 看看我們大西的老街的進步 非常感謝各位 我們這個作品 寫好的作品 明年七月我們要在桃園園展中心 中正路那個園展中心展覽 因為那邊可以展四百坡 我對 那個展覽展我 原先我說 糟糕了 四百坪 我們勾一百坪來展覽中國 後來他說 那個承辦人 他說 可以 你可以一起展覽 所以希望各位 來大西一遊 我是大西的黃清章 非常感謝各位 祝各位身體健康 十一 日追溯也滿 當然也滿 謝謝 好 謝謝黃清章理事長 因為桃園市書法學會成立為理事長 因為他三天連假到花蓮去 但是他昨天心心念念還打電話給我說 因為他在花蓮也沒有辦法出席 那我代為轉達一下 因為這次連展除了我們桃園參展的朋友以外 還有許多他認識台北來的好朋友 那叫我說一定要轉達他祝福也有 剛傳威老師 菇炯玉老師操生世人參與 那我們季老師 教師他講學從傳統到實驗藉由所證 更大膽地指出書法是一種空間的思維 只是思維中始終以毛筆跟線條為遺貴 那我們現在就先邀請我們的指導老師 謝謝老師 基金樂老師為我們